我要是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你的脸就会发烂发臭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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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剩钱庄的云公子来了 小姨让我来通知你 杨晓云 竟然算你走院 姐姐 天晨 你走了八年 每一年 我都是这样度过的 还有三天 我一定会咬牙 等到你回来 云儿 我娘说了 再过两年 我就可以娶妻了 恭喜你 就可以嫁给我了 你是镇长的儿子 姨爹娘怎么会让你娶一个九封老板的女儿啊 我楚天成发誓 这辈子 除了杨晓云 我谁都不娶 我杨晓云发誓 这辈子 除了杨晓云 这辈子除了楚天成 我谁也不爱 姐 你醒了 天儿 你受伤了 我啊了点药 姐 我不想上学了 咱们离开这里吧 这样 你就不用被小姨和玉田心欺负了 过段时间 天成哥哥就要回来了 我们会慢慢好起来的 今天呀 我要宣布一个天大的喜事 我林翠萍的女儿田心 即将成为傅圣钱庄云家的少奶奶 姐 服装这首付怎么会看少玉田心呢 别乱说话 娘 这段时间 我想让姐姐来照顾 凭什么 我姐才是杨家的正牌大小姐 你们不过是记住在我们家 凭什么让我姐去伺候你 你 你 你个小兔崽子 敢顶嘴了是吧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姨 天儿还是个孩子 她不懂事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她这么小不教育 长大还得了啊 你给我叫开 别打了 我是紫祸头 到底不听话 我不要你蹲着 我要你跪着给我穿 怎么 不愿意啊 那 我就让我娘 把你跟天儿给卖了 看我小青狼还怎么来找你 以前 这个家是你爹娘做主的 你是千金大小姐 我跟我娘就是要饭的 好在老天有眼 那两个老不死的终于横死 可是我还是要被你压一头 你说 这口气 我怎么才能怨得下 我真心把你当妹妹 妹妹 妹妹明天就要出嫁 妹妹 要送姐姐一份大礼 保证让你终身难忘 进来吧 小时候 楚天臣就把你放在心尖上宠着 这要真让你给她盼回来 我还有好果子吃 把你送给别人 看你还怎么跟她在一起 去吧 你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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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滚 还好没坏事 什么 你要让我替妹妹出嫁 对 这云家少奶奶的位置 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 可惜呀 这不你妹妹身子突然不好了 我才想着 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小姨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就算死 我也不会嫁的 娘 云药辉不行的是试着呢吗 我亲耳听云药辉身边丫鬟说的 所以啊 就因为这 你不能嫁 便宜那小狐狸精啊 听说那云药辉不仅有钱 长得还贼帅 傻呀你 只有她嫁过去 才能保住云家给咱们的聘礼 天真 天真 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天真 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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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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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我根本不想嫁给你 是他们逼我的 求求你 把我放了 放了你 就算你想要 我也给不了你 因为你的丈夫 是个不行的男人 怎么样 是不是很清晰 很意外啊 你娶我 你娶我 就是为了证明 你正常是吗 正常 不是 我 不是 我 不是 啊 现在我们也算是血肉交融 这就是血肉交融 律律 你到底是没有来的 什么 就冒烧 你 我 这还说 你怎么这么在哪里 对不起 是我没能等你回来 与夕诺言 我嫁人了 虽不是我本意 和一场事实 我不想连累你 我更不想 跟一个我不爱你 我会有一生 天真 我走了 怎么 昨晚我没满足你 这么迫不及待就找别的男人了 我是被逼的 你放过我吧 现在可由不得你 小心台阶 少爷 楚县长刚流洋回来的儿子楚天臣 现在在大厅等您呢 楚少爷光临寒舍 还真是彭壁生辉啊 成情之前你们俩根本没见了 云家少爷和九方女的传闻 根本是假的 天臣 楚少爷 您这是 我们聊聊吧 我坐外面等你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今天去楚家 就是为了见他吧 月娘 月娘 你记住了 你是我的妻子 听完楚少爷流洋许久 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们云家 不是一直想要楚家的老宅吗 这一张是第七 另外一张 是你们钱庄开到南城的准许证书 至于北城 我也会帮你想办法 楚少爷 您这是 我要云二 楚少爷 这玩笑 开得有些大了吗 楚少爷给的东西是云末迫切想要的 可也不至于为此 卖积吧 你应该了解财富的力量 以楚家的势力 想要吞并一家银行 简直易如反掌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可以这么理解 为了云二 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可他现在是我的棋子 不管他是谁 我都要定了 你口口声声说要带他走 你考虑过云娘的感受吗 或许他根本就不会 他一定想 哼 好啊 那我们就赌一场 云二 对不起 我来完了 不怪你 如果我能早一点回来 您就不会受这么多的委屈 也不会嫁给别人 云儿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你爹娘走后 你小姨是不是一直欺负你 我还听说 她一直让你在酒房卖酒 这回你嫁给云药会 也是她逼你的 对不对 我已经接到了南城副局长的任命 我们一起去南城 南城 副局长 对 我要让你成为南城 最尊贵的女人 天真 如果我今天跟你走了 你就要背负强强人妻的骂名 你的宏图为因 报复理想 都会因为我而受到影响 云儿 我们走 现在的我 只会成为你的左爱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走 现在的生活 我过得挺好 我不用再卖酒 还有人伺候着 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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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云儿你在说什么 我 这是你离开的时候送我的 我把它还给你 我不信 我不信 云儿 你有什么难言之意 你说说来啊 我帮你解决 楚天辰 我已经嫁人了 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你的出现只会给我造成生活上的困扰 所以 请你离开 我不信 走啊 你当真忘了我们过去的一切 过去 过去 我凭什么要为你守着过去 当你什么时候成为南城的大人物的时候 你再来找我吧 云儿 你能够成全 我和你一般 希望你不要忽悔 也要透明 细数时 忍受一个诺言 你情思燃霜苍白难留恋 过去的八年 倘若天天 倘若天天 我每一刻都在盼着你回来 可纠差一天 我终究还是错过你 天辰 原来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我已经嫁给了云瑶辉 这样的我 只会拖累你 这一时 我只能把你埋在心底 云娘 明天你回门 你一遍我都 你要干什么 我 楚天真 楚天真 你果然在想他 不 怎么 没跟他走 你后悔了是吗 我没有 他走了 你的心也跟他走了吧 没错 我就是喜欢他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月的一起成亲 就是因为你们都逼我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好 既然你不长记性 那我就让你长那记性 怎么了 欠东西 今天早上喝了药 有点闹肚子 我想 阿福 找个地方带少奶奶方便一下 是 什么事 人呢 少爷 少奶奶不见了 小天 姐 小天你等很久了吧 我们快离开这吧 走 是 月娘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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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让你看出好戏 你放开我 我要叫我姐姐 我姐姐呢 你放开我 姐姐 你就是小天儿吧 我是你姐夫 我姐呢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她还只是个孩子 玉娘 这就是你背叛我的后果 再有一次 你看到的 可就不是个火不乱跳的弟弟了 求你不要伤害天儿 以后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做什么都可以 好啊 我要你给我生一个孩子 小姨 天儿呢 你有没有看到天儿啊 小姨 小姨 妹妹 有没有看到天儿 有没有看到天儿 这什么首付啊 一切值钱东西都没有 你不会是知道我们要来 就把那些值钱的东西 都给收起来了吧 我能藏哪儿呢 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到天儿啊 你烦不烦哪 做一个天儿又一个天儿的 云永辉昨天 已经把天儿做回家了 他跟我说你还要带着天儿逃跑 你个死丫头 你别以为你嫁到云家之后 我就奈何不了你 你最好给我老实呆着 还得想办法给我弄到钱 否则的话 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天儿 小姨 我求你了 帮我把天儿带回来好吗 走开 送回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至于以后对她怎么样 就要看你的表现 就要看你的表现 小姨 天儿只是个孩子 我求你了 你你把她带回来吧 求你了 都说了看你表现啊 还跪着干什么 快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呀 少爷 少奶奶晚上的膳食 已经单独做好了 你呢 我也准备好了 阿福 今晚无论如何 都得让云娘怀上孩子 今晚无论如何 都得让云娘怀上孩子 少爷放心 云妖慧 原来你是想用这种方式 让我帮你生下孩子 绝对不可以 天真 天真 你怎么在这儿 云娘 真的是你 你喝酒了 你喝了多少 喝醉了 只要真的能碰到你啊 别闹了 这可是云家 阿伟啊 这是路边 赶快拿去熬汤 今晚少爷跟少奶奶 要犯好事呢 走 跟我走 云儿 我们离开这里吧 离开 对 什么前程 什么未来 跟你比起来 根本一文不止 所以我爱带你离开这里 你流阳八年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发展 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你的未来和事业才刚刚开始 你要为了我 放弃一切 楚天真 你到底在想什么 想你 我的脑子里忽时无刻不再想你 云儿 我已经知道了 当初要嫁给云耀辉的是余天心 后来临时换成了你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真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云儿 你知道我有多后悔 多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回来吗 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跟我在一起 云儿 相信我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 我都会保护好你 可是天真 我也想保护你啊 你有你的抱负跟理想 你的未来不应该被我盼住的 而且我还有天儿 跟我走吧 你走吧 南城我是不会去的 云儿 你 你说的 冬月 又在啊 朱天真 深深一蓝 晚半茶 不要让我恨你 我祝福那边 苦苦 全裂 千遍万遍终臣誓愿 天真 用尽一生时间 现在还不能跟你走 你情思 人 苍白了流言 那是 从这一刻起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摆脱现在的困境 也好 我肯肯尽尽 你站在你的身边 也要到我的身边 要是阿银耀辉知道 也把楚天成给你的姓当宝贝 看她还怎么冲 看她还怎么冲 少奶奶 对不住了 你 你 要回不是不回答吗 要是 是假的 你那灰帅姬有多轻 做她的女人也不错 少爷 事情办成了 这件事 你会替我保密的吗 少爷 我到死都不会说的 很好 去吧 是 少爷 少爷 什么事 少爷 错了 全错了 娘 你可得给心儿做主啊 袁养辉 你怎么能对心儿做出这种事呢 我们家心儿清清白白的姑娘 怎么就被你给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自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阿福 阿福 是 先送他们回去 是 少爷 进 快走吧 你去哪儿了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我昨天晚上 在门口等了一晚上 等里面的人出来 你若敢说出去一个字 我就弄死你 你一定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吧 你在嘲笑我 以前 我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我父母不幸坠崖 小姨霸占了我家 那时候天儿 才五个月的 后来 我去酒坊里卖酒 最后 还把我 卖给了你 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嘲笑你呢 我理解你的痛处 可如果爱一个人 会因为没有夫妻之事 就不爱了吗 昨天晚上 你也没有休息好 我去厨房 跟你弄些汤 好 小姨 这事儿 我真帮不了你 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不让心儿嫁到云家的话 我就把你弟 投到井里去 这辈子就不想再见着她 你要再过几日 妹妹怀上了云家 云雅慧的孩子 云家自然会让她嫁进来的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姐姐 现在你是一家主母 这杯茶 妹妹敬你 姐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姐姐 我知道你从小不喜欢我 我现在怀了要辉的孩子 嫁进云家 你心里一定是恨透了我的 我知道 你觉得 我分走了要辉对你的爱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孩子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孩子 我若是有那贼心 又怎能当着夫君的面害你 怕是妹妹 贼喊捉贼吧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给自己泼水 让我伤害我自己的孩子吗 够了 茶叶静了 我现在挺心回房 好 天真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过来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不应该在这儿 我去找她 让她发现我的秘密 你走 舞无聊 我都会在那儿 要 finances 我会在这儿 只剩下如何 没打算 就是走 就在芸娘房里睡了 厨房还炖的汤呢 今晚妹妹就辛苦你了 杨笑语 你竟然敢这样羞辱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少爷 那边来的消息 最近芸小姐一切安好 可是 可是什么 芸小姐最近几天 经常去找一个 杨家的下人 好像是在打听一个小孩的事 小孩 小天 去查一下云儿弟弟在哪儿 是 是 最近胃口不错吧 想吃什么 跟后厨说 说到想吃的 倒是有点想念姐姐做的菜 家里这么多厨子 还比不了她 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 点就试了 妹妹想吃什么 我去做就是了 那就麻烦姐姐了 你先嫁人家 先嫁进来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伺候我 站住 让你走了吗 妖魂 救我 姐姐 你要是不想伺候我 你可以直说 为什么要伤害我肚子里的孩子 够了 都是我的错 希望妹妹 能够大人不计小人过 余天心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这巴掌 是我替我肚子里的孩子打的 杨小云 再有下次 我绝不饶你 汤凉了 我再给妹妹准备一份 你还给他送 刚刚事前的经过我都看到了 为什么任由他欺负你 你是木头不会反抗的吗 我跟他闹 他动了胎气怎么办 以前是林翠平护着的 他可以无法污点 云娘 你记住 你现在才是我云妖灰的正气 你怕他什么 我没有怕他 我只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 你为什么要在乎孩子能不能平平安安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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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能平平安安的生出来 你也会开心的 我没有想定 你们正想 楚天辰要去南城了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他的事 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挺会装啊 既然心里没有楚天辰 那这个东西 把他给我 自己和药灰解释去吧 不要 不要 我居然差点就信了你 你不是跟我说云儿在云家挺好 是 是挺好的 昨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听说云姑娘藏了一块玉佩 被云药灰看到了 就动手打了云姑娘 玉佩 少爷 你要去哪里啊 云儿 这一次就算抢 我也要把你抢回我身边 这些东西都得丢了 这 这次可不是我要欺负你 是人云药灰的意思 这辈子 我都要把你踩在脚底下 你们怎么了 对不起 姐姐 欣儿不是故意的 你没事吧 就是姐姐 被欣儿不小心踩了一脚 你没事就好 走 我带你出去走走 把欣儿的东西收拾好了 以后这一间房 欣儿住 谁让你进来的 你没有怀孕 你没有怀孕 你疯了 你竟然拿假怀孕来骗云家的人 杨小云 你要是把这事告诉云药灰 我 我就让我娘把你敌人请离去 我说到做到 父亲 让欣儿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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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儿 如若你再欺负于娘义凡 我要你的性命 滚 你找我 一会儿你跟我出去 把这件衣服换上 可不可以 请你出去一下 芸娘你怕是忘了 我可是你的丈夫 妥 就在我面前躲 我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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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股票 我股票 不要 玉娘 你是我的棋子 我做什么你都得认着 你也不是说 爱一个人 就算不能有夫妻之事 爱也不会改变 为何你就不能试试 爱我一下 我的心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 对不起 把衣服穿上出来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你跟我来就是了 你可别忘了啊 刚老板 于老板 九雅 于老板 岳老板 恭喜 恭喜啊 恭喜 恭喜啊 刚老板 各位都坐吧 不用客气 今天 我想告诉某人一件事情 我楚天辰现在 也是南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了 那某人 是不是也该对见当初的诺言 当你什么时候成为南城的大人物的时候 你再来找我吧 楚区长 您口中的某人是个姑娘吗 不知是哪家的姑娘能有幸 得到楚区长的垂哀呢 是啊 是啊 我们也很好奇 楚区长 我家也有三个丫头 感谢戴老板台 只不过 我楚某人早已心有所属 我楚天辰 这一辈子 除了她谁都不要 楚区长 倘若她以为人负 你还要夺他人妻不成吗 倘若她以为人负 你还要夺他人妻不成吗 只要她愿意 我可以放弃一切 过去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次 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她回到我身体 谁都不能阻挡 谁都不能阻挡 适配一下 我在等你答复 你刚刚是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我想了一整年 我也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现在我明白了 你不是不愿跟我走 你是害怕 因为你是酒坊老板的女儿 你害怕你嫁过人 可是我都不在乎 你越害怕 我就越要让你知道 我初天辰就是喜欢你杨晓月 初天辰 你疯了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 我会被吓认我 松手 梁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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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会跟你走 怀孕了 你就那么想跟她走吗 你竟然当着我的面 跟别的男人调情 你该死 你 玉娘 对不起 对不起 玉娘 我不看到你 留在我身边好不好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你 我以后 一定好好对你 还有天啊 只要你不离开 我可以把她借过来 你真愿意把她借过来吗 我可以把她借过来 给她最好的生活 给她安排全真最好的学校 只要你不离开我 只要你不离开我 好吗 我已被姐夫安排至镇上的书院 帝弟弟一切安排至镇上的书院 望姐姐安心 小天 姐夫 可以把天儿借过来 是云要辉把天儿带走了 姚小元 现在天儿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该知足了 这儿也没个观众 你是哭给谁看的 哟 这儿也没个观众 跟你有什么关系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 你 你是不是告诉耀辉我假怀孕的事儿了 她为什么这两天都不到我房里 还跟你成双成对的 你在胡说什么 今天 我就要好好教训你 少奶奶不好了 你 到底怎么回事儿 昨天晚上 钱掌柜说月底惯例要清账 谁知道 今天早上火击到钱庄的时候 竟然没有人 银库里也空了 存钱的客人已经报警了 现在警察 正在钱庄后车又见您呢 救我了 少爷 楚区长前来拜访 你来做什么 当然是来救你 钱庄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话不多说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把云儿还给我 我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不可能 云娘是我的棋子 就算我一无所有 也绝不卖棋 这次可没人来救你了 这次可没人来救你了 云家钱庄的钱 都被人全走了 云要灰 马上就要变成穷光大了 都怪你这个狐狸轻人 都怪你这个狐狸轻人 又会既然为了你 拒绝楚天辰的帮助 云家马上就要完蛋了 我才过了几天好日子 我才过了几天好日子 凭什么 凭什么 教授 教授 楚天辰你疯了 就离去云家 你疯了 少爷 您就这样把云姑娘带回来 是不是不太妥当啊 怎么才算妥当 她被云家害死才叫妥当吗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怕这云要灰 不会善把甘休 那我就等着她 你也下去吧 是 这辈子 除了杨小瑜 我谁都不娶 云儿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是 我 是我 这是哪里 这是我的窝坊 云儿 这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你走 你让我看着你被云家争抹至此 我 我做不到 少爷 云儿回来了 少爷 云姑娘 我们少爷为了你 已经跟老爷夫人闹翻了 少爷 现在云儿回还要状告我们家少爷 强强妇女 如果这事闹大了 我们少爷南城区长的位置 也就不稳了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 就放过他吧 云姑娘 求求你了 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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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儿回 那在我吵架鬼号什么 把云娘交出来 把云娘交出来 你还好意思来跟我要云儿 他在那间屋子里差点被人害死 你在哪 那是我们自家的事 云你何干 你别以为你现在是南城区长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已经通知警察了 看你一会怎么收场 好 我就在这等着 今天就是田王老子来了 你别想把云娘带走 我跟你走 鱼儿 鱼儿 只要你不在这儿闹了 我就跟你走 不可能 今天 我一定要让楚天辰 身败名裂 好啊 我就跟警察说 是我故意勾引他的 至于什么原因 你心里比我更牵住 云娘 你是在威胁我吗 原来你对我的在乎 都是假的 我竟然信了你 云娘 云娘 少爷 老爷昏倒了 你也要走啊 你也要走啊 杨小云 你命真大 你个贱骑子 你敢打我 你都敢要了我的命 我为什么不敢打你 现在天儿已经不在你们手里 以后 我再不会受你的欺负 我算过了 把剩下的家产典当了 再把老宅子卖了 基本上可以抵掉云家一半的债务 把宅子卖了 住呢 小姨母女俩霸占我们家已经八年了 我想把她们要回来 我想把她们要回来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可以把爹娘 留下的酒坊卖掉 陪你一起把剩下的债 全部还钱 但我希望 你能跟我合理 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 帮你把剩下的债务还清 但我希望 你能跟我合理 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 对不起 是我妄想了 你没有对不起我 是我对不起你 我这么对你 你还愿意留下来帮我还斩 我该感激你 这是酒坊抵押后老板拿回来的银票 你收好了 你把你爹娘的酒坊抵押了 我 拿着吧 剩下的我们再想想办法 杨笑云 你竟然敢伙同外人 抢我的酒坊 谁让你动我东西了 那都是我衣服啊 小姨 我记得我爹娘去世的时候 你跟镇长保证过 只要我长大成人 你就把杨家还给我 现在我已经成家了 你个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 你有什么资格继承家产 就算是要继承那也是你弟 杨家长女没有资格继承 你个外戚就有资格继承了吗 你 你要么走人 要么 我就请镇长过来让他主持公道 你用镇长来压我是吧 你信不信我 反正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 你们再敢欺负云娘 我不会放过你们 滚 滚 走走走走 快走 好 那谢谢了 少奶奶不好了 怎么了 少爷赌钱输了一千两 一千两 他人呢 付不出钱被人带走了 带哪儿去了 不知道 要回 听管家说 他们把你带走了 又怎么把你放了呢 整个复兴阵的人都知道我什么情况 别说一千两 一两都没有 他们打我一顿小消气就把我给放了 真的 萱儿呢 你把他带去哪儿了 你能把他带到我身边 和我一起生活吗 好 萱儿 你我大婚之日 都没喝上过一杯喜酒 今日你我喝离 喝一杯吧 就当是弥补我当日的遗憾了 这杯我先敬你 不管以后如何 总之 谢谢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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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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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人我带来了 姨娘为了你 卖掉她爹娘留给她的酒房 为了让你重新站起来 她四处偷人找了猴子 你竟然就这样卖掉她 就这样卖掉她 你对着其他妈 她是为了你 她把她爹娘的酒房卖了 她把她爹娘的酒房卖了 她为了找铺子 费心费力 她为了帮我还债 费尽心思 她就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跟我合理 为了你 跟我合理 你 这是一万两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滚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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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月娘 对不起 你太善良 只有我坏事所见 你才不会可怜我 答应我 如果有来世 让我先遇见你好不好 该死的云耀辉 怪我那么信任 竟然这么对我 云儿 她说的是真的吗 我不管 现在你是我的了 初天辰 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 的人 就算在一起 也不会有情况 谁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就在刚刚 我已经把我所有家产 都给了云耀辉 我也辞去了南征局长的职位 现在我一无所有 你疯了 不 我庆幸得很 就算有再多的财产 再高的职位 我每一天都形同走失 只有看到你 我才能感觉到 我是活着的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 我们成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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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 拒绝我的话就不要说了 因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 这辈子 这辈子 我又定你了 少爷 老夫人昏倒了 盈儿 在这儿等我 哪儿都不要去 你们怎么在这里 还不是因为有个不知廉耻的狐狸精想要勾引楚老爷的儿子 所以楚老爷就来求我们 让我们为民除害喽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就算是楚老爷说的 我跟天臣经历了这么多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他了 你还以为你是那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吗 人家楚老爷可都说了 人要的是能给楚天臣仕途助力的女人 为了赶踪你 他可是把你的宝贝天儿 又送到我手里 天儿怎么会在楚老爷手里 哟 你还不知道呢 楚天臣呢 早就把天儿接过来了 楚天臣 姐夫 现在 你要么 从我这儿带走天儿 离开楚天臣 要么 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天儿投到锦里 你自己选 雲儿 我们明天就去南城 到了南城我们就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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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成亲 我们就成亲 我们知道 我 你 HE 你 你 天辰 此生深情无以为报 若有缘分 还生在许 我离开这儿已经两年了 天二爷已经长大成人 外出求学 这里的流水石桥不曾改变 事过今前 却已无是人非 大爷给点钱吧 可怜可怜吧 孩子三年没出发了 大爷 大爷给点钱吧 大爷给点钱 给点吧 给点钱吧 孩子三年没出发了 大爷 这位小姐 可怜可怜我们吧 失剩一点钱吧 小姨 怎么是你 真是坏事做多了 就会遭报应 看你穿得人模狗样 看来这两年混得还不错 跟你有什么关系 云儿 给小姨钱 要不是小姨我当年逼你离开楚天辰 你能混成今天这样吗 来人呢 评评理啊 我这寒心如恐拉扯的孩子 但现在 没黄头打他 不管我了 哎呦 娘 你叫啊 继续叫啊 让所有人听听你们母女是有多恶心 你不给就算了 杨小芸 你现在有点钱又怎么样 楚天辰明天就要成亲了 你永远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男人 你 我一直以为 只要我足够努力 总有一天我可以站在你身边 可是我还是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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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错过了 你说的永远 又在耳畔 声声嘻喃 万般缠绵 我重复了 苦苦眷恋 千遍万遍 终成痴烟 用尽缺 眼神在回眸 天真 天真 不要走 不要走 天真 天真 你要成亲了 恭喜你 既然要送祝福 那就该当面说 天真 你都要成亲了 你还要抓我干什么 是 我是要成亲了 因为我已经不想再等你了 以后我有妻子了 再也不会牵挂你了 没有 你成亲 我还是替你高兴的 我还是替你高兴的 三年前你不辞而别 我找了整成一年 今晚 今晚 就当是你见我的 过了今晚 从此我们两不相见 你这样做 对她好吗 对她好吗 我初天真做事 从来不需要考虑任何人的心思 除了你 天真 天真 我后悔了 我 这次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忘记走 余姑娘 求求你了 就放过她吧 你 这辈子 倘若情深深远远 我跨越山海也要和你相见 用尽一生世界受一个诺言 你情似人双苍白了六年 倘若天已能够成全 我历尽千返 也要到你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